中国企业对外开放的一个很好的载体 而且它更多的是让我们沿线国家 分享了中国发展的这么一个成果 我们建码头 码头后面需要有园区 园区需要有些生活 后面有些城市 我给你们提供的是一篮子的一个服务方案 为的谁呢 为的还是当地老百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